第八章 不是和平而是停战 作者十一点半 朗读者有意 第八章 不是和平而是停战 在6月11日到7月8日这28天的停火期内 以色列开始逐渐扭转自己在军事上的劣势 一船又一船的犹太移民踏上了以色列的土地 一批又一批的武器在以色列的港口被卸下 到了7月份双方重新开战时 以色列国防军的人数已经从3万人增加到6万5千人 其中有4千人是二战老兵 在武器方面 犹太人终于解决了枪制和弹药不足的问题 除此之外 他们还有了自己的战斗机、坦克和火炮 从7月9日到18日交战的双方 在战场上又进行了10天的厮杀 在南线战场 以色列展开了凶狠的反击 埃及军队经过一番苦战 才勉强守住了防线 虽然以色列最终未能突破对方的防线 但也让对方彻底放弃了继续北上的念头 转而把重点放在防御上 在北线战场 以军在炮火支持下 从阿拉伯解放军手中夺回了加利利湖西侧的大片区域 在加利利湖北侧 以军和叙利亚军进行了拉锯战 双方各有伤亡 在中部战线 以军夺取了两个重要的阿拉伯城镇 旅大和拉姆拉 以军占领了这两座城镇之后 做了一件令所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永远无法忘记的事情 他们把所有的阿拉伯居民从自己家中拖出来 然后强迫他们步行离开 五万名阿拉伯军民在几个小时内就变成了一无所有的难民 被迫向东面走去 无数人死在了路上 如果生活在这两座城镇的阿拉伯人把以色列人称作强盗和杀人犯的话 他们是完全正确的 阿拉伯难民潮水般的涌向阿拉伯军团的阵地 这支外越旦的军队被难民指责对旅大和拉姆拉见死不救 阿拉伯军团的指挥官无论走到哪里 都有人大骂他是叛徒 一些难民甚至穿越国界来到了外越旦首都安曼 7月18日 一群巴勒斯坦人聚集在外越旦国王阿卜杜拉的宫殿外 他们高声叫嚷着 要求国王立刻解救陷落的阿拉伯城市 不一会儿 国王竟然真的出现在宫殿外 他拨开自己的保镖 走到人群中声音最大的一个示威者面前 抬手给了他一记耳光 然后大吼道 要想去跟犹太人打仗吗 后面就是一个征兵办公室 你们可以去那里报到 剩下的人统统给我滚蛋 然后人们便慢慢地散去了 联合国曾经在7月15日再次呼吁双方在7月18日之前停火 对于联合国的呼吁 阿拉伯的领导人仍然表现得十分强硬 但这种强硬的态度 只是做给国内民众看的 在犹太人的灵力攻势下 每一个阿拉伯领导人都知道他们打不赢这场战争了 只不过没人敢公开承认这一点 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深深地掉入 由国内民众情绪和自身浮夸宣传所编制的陷阱之中 从战争的第一天开始 阿拉伯国家就对自己所取得的军事成就进行了虚假和夸张的宣传 在开罗 安曼 贝鲁特 大马士革和巴格达 人们在电台里听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捷报 民众们还在等着阿拉伯联军把犹太人全部赶到大海里去 任何一个阿拉伯领导人如果在这时承认战争打不赢了 都会立即导致国内的政治动荡 这绝不是几个热血青年走上街头喊两句口号那么简单 他们将要面对的将是暴乱刺杀和政变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 阿拉伯领导人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战争结束后 五个入侵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里 有三个发生了政变或暗杀 所以当联合国呼吁再次停火的时候 阿拉伯国家只是需要一个体面的借口来接受这次停火 其中约旦表示由于弹药即将用尽 所以他们不得不被迫接受这次停火 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在经过一番抗议之后 也接受了这次停火 在接下来的近三个月里 阿拉伯国家放弃了主动进攻 但也没有任何和谈的意愿 形成了一种既不讲和也不战斗的奇怪局面 7月18日的第二次停火生效后 以色列开始系统地驱逐自己控制区内的阿拉伯居民 边境线上的巡逻队用武力阻止任何想要回家的阿拉伯难民 有阿拉伯妇女偷偷跑回自己的村子里收割庄稼 又被乙军全部赶了出去 很多人在离开自己的村庄时 连家中的钱财都来不及带走 很多人认为最多再过两三个月 等到战争结束后就可以回家了 在1948年 如果有人告诉这些阿拉伯难民 他们的余生 甚至他们怀中的孩子的余生 都将只能以难民的身份度过 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 但事实上 这就是很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未来的命运 在第二次停火期间 联合国调解研贝尔纳多特 仍然在为双方的和谈而努力 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 不论贝尔纳多特提出什么样的和平方案 都会被双方同时拒绝 阿拉伯国家坚决不接受任何包含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方案 以色列坚决不同意让巴勒斯坦难民回到以色列控制区 双方都认为贝尔纳多特在偏袒对方 9月16日 贝尔纳多特又准备了一份新的和平方案 第二天 他从罗德岛飞往耶路撒冷 当天下午贝尔纳多特在自己的车里被几名犹太枪手射杀了 刺杀联合国调解员的四名枪手来自于一个比较极端组织 伊尔共还要极尽的犹太人地下组织 叫做斯特恩邦 授权这次行动的几个人力 包括日后将成为以色列第八任总理的沙米尔 贝尔纳多特的死震动了国际社会 也让以色列政府无比尴尬 在本古里安的命令下 残余的斯特恩邦被彻底粉碎 但刺杀贝尔纳多特的凶手却一直没能找到 也许本古里安并不希望他们被找到 在贝尔纳多特死后 他遗留下的和平方案被提交到联合国大会 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都立刻拒绝了他的方案 双方又回到了既不和谈也不战斗的状态 此时的以色列虽然在军事上终于占有了优势 但他们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为了对抗阿拉伯国家的入侵 以色列一半以上的成年男子都走上了战场 他们需要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相比之下阿拉伯国家派出的全部是职业军人 这场战争无论拖多久都不会影响国内民众的生活 面对不肯和谈的阿拉伯国家 以色列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来迫使他们坐到谈判桌上 从10月15日开始 以军在南线战场对埃及军队展开了一轮新的攻势 到了12月底 以军一路打到了边境线上 并越过国境线攻入埃及领土 在英美两国的紧急介入下 以军才在1949年1月2日撤出了埃及领土 11天后 埃及在希腊的罗德岛上开始了与以色列的停战谈判 在经过六周的漫长谈判后 双方于2月24日签署了停战协议 在协议中 双方同意以埃及与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期间的国境线作为停战线 唯一的例外是埃及将多获得一块沿海的狭长地带 这块狭长地带 也就是我们在90年代的新闻联播里经常听到的加沙地带 当埃及这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后 其他的几个阿拉伯国家也先后与以色列签订了停战协议 3月23日黎巴嫩与以色列签署了停战协议 双方约定以英国统治时期巴勒斯坦与黎巴嫩的边境线作为停战线 以色列从占领的黎巴嫩村庄中撤离 4月3日外约旦与以色列签署了停战协议 外约旦将控制包括耶路撒冷老城在内的约旦和西侧的一大片地区 这也就是90年代中国新闻联播里常常提到的约旦和西岸地区 伊拉克把他们所占领的地区移交给了外约旦之后 撤离了巴勒斯坦 没有再与以色列签署单独的停战协议 双利亚还没来得及和以色列正式开始谈判 国内就发生了一次军事政变 在3月29日夜间 双利亚总统库阿特利被发动政变的人逮捕 并关进监狱 4月5日 以色列开始与叙利亚新政府进行停战谈判 双方一直到7月20日才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 叙利亚同意从巴勒斯坦撤军 并以巴勒斯坦与叙利亚之间的国界线作为停战线 在与叙利亚签署了最后一份停战协议以后 以色列一共获得了巴勒斯坦78%的土地 比联合国181号决议中划分给犹太国家的面积 大了将近40% 至此 这场在中国被称为第一次中东战争 在以色列被称为独立战争 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中被称为大灾难的战争 正式结束了 五个阿拉伯国家中 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在战争中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埃及和外约旦虽然各自在巴勒斯坦境内占领了一块土地 但这与他们在战前所宣称的 把犹太人赶到大海里去的目标相差甚远 军事上的失力使得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国内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 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1951年7月20日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在耶路撒冷被一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刺杀身亡 国王的孙子也被子弹击中 但他爷爷别在他胸口的一枚勋章弹开了子弹 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并成为约旦新的统治者 1952年7月22日 以纳塞尔为首的一群埃及军官发动了政变 废除了埃及国王法鲁克 在四年后 纳塞尔正式成为埃及总统 开始了他对埃及长达14年的统治 战争结束了 但阿拉伯国家对于以色列仍然怀有难以消除的敌意 四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签署仅仅是停战协议而不是和平条约 在每一份停战协议中阿拉伯国家都会特别声明 协议中所约定的停战线并不会对两国未来的永久国境线产生任何约束 阿拉伯国家在战后对以色列进行了全面的经济封锁 苏伊士运河也不对前往以色列的船只开放 一切都表明1949年的停战协议 只不过是被阿以之间的冲突画上了一个逗号 在这场战争中最大的输家 无疑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在战争结束时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有70多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成为难民 占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总人口的70% 这些难民们痛苦地发现 那个原先叫做巴勒斯坦的地方已经在地图上消失了 他们的家园现在被分割成三部分 分别是以色列、加沙地带和约旦和西岸 统治这三片土地的分别是犹太人、埃及人和约旦人 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并不欢迎这些难民 在战争结束后 有大约21万阿拉伯难民生活在加沙地带的难民营里 埃及政府不想让他们进入埃及 还有10万人去了黎巴嫩 7.5万人去了叙利亚 但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拒绝给予这些难民国籍 剩下的阿拉伯难民生活在被约旦吞并的约旦和西岸地区 约旦政府允许这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获得约旦国籍 但禁止他们谋求独立 连巴勒斯坦这个词都不允许在政府文件中出现 想要回到以色列境内的家乡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战争一结束 以色列就开始系统地把境内的阿拉伯村庄的名字改为西伯来语 然后将一批批犹太移民送到这里定居 仿佛阿拉伯人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 就这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 就像2000年前的犹太人一样 他们中的很多人居住在条件恶劣的难民营里 没有财产 没有国家 没有未来 他们想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是大家都很忙 没人想要听 英国和美国正忙着对抗苏联 在冷战的大棋局中 巴勒斯坦只不过是棋盘边缘的一个小角落而已 以色列忙着安顿从全世界涌入的犹太移民 以色列在1950年通过了一条法律 使得任何犹太人在踏上以色列的土地后 自动获得以色列国籍 从1948年到1951年 共有70万名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让这个国家的人口在三年内增加了一倍 五个阿拉伯国家在战争失败后 不是忙着政变就是忙着预防政变 没有意愿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多少实质性的帮助 当话语声无法被听到时 他们中的一些人决定制造爆炸声 让全世界听到 在犹太裔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影片 《慕尼黑》中 主人公与一名年轻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 有过一段对话 他不理解为什么对方会甘愿把年轻的生命浪费在 从犹太人手中夺回巴勒斯坦这种毫无希望的事业上 在电影中 主人公不解地质问这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 你真心觉得你们一定会回到那片不毛之地上去吗 一块贫瘠的土地 几间简陋的小食屋 这就是你想要留给你孩子的东西吗 想起自己民族的故土 年轻的恐怖分子眼眶湿润了 他哽咽着一字一顿地回答说 绝对是